大家好 上星期影片跟大家说了我有个朋友可以帮忙开离岸户口之后 周末时我就收到不少观众朋友的email 如果你错过了上一次的影片 可以按上面条link去看 如果想找我的朋友帮忙开户口的话 可以传email给我 现在我们一起看了烟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有没有想过租屋官进去是不用抹屋的 你又有没有想过你交了的按金 原来无论如何都零回100% 还有很多你没有想过的事情 竟然都会在Jersey租房子的时候发生的 大家有追看我的影片的话 都知道我刚刚在Jersey租房子不久 这个租房子的过程 除了不容易之外 还令我大开眼界 今次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Jersey租房子和在香港租房子的大不同 开始之前提大家要CLS comment like 和share 未订阅的朋友就快点点订阅的按键啦 按下旁边的钟仔 我一出新片 你就会收到通知 知道大家都喜欢看下不同的楼盘 所以一开始想给大家看一下 我当初找楼的时候 Agent 传来的一条看楼片 不知道为什么Agent 会打直影 大家将就一下 一进来 都很光满 好事正 右手边就是开放式厨房 那这个楼还比刚才那个盘还要多 看不到那个冰箱 即是说它都是收在其中一边 进来厕所看一看 都是浴缸来的 浴缸都是基本配置的 厕所都挺整齐 光满的 厕所的对面就是房子 厕所看的 哇 玻璃镜柜 我就不太喜欢了 窗都是看对面的楼景 香港特色 把床放了之后 还可以三边下床的 对 出来厕所看一看 其实这个盘比刚才那个好的 因为它是用地板 不是用地毡 真是不惯用地毡 露台都是看回对面楼 好了 有在香港租过楼的朋友 给你一点时间 想想在香港租楼的过程是怎样 大家如果在香港租楼的话 现在有一些相对比较新兴的网上免用 找盘的网站 不过我们就不讨论这个方法 要租楼 通常都是会经地产经纪 而香港的地产店 都有几间大的公司 壟断了 上租楼 一般都是上他们的网站 看看有什么盘 又或者直接走入他们的分行 查询 当然 我们在香港租楼 虽然都有一些地区性 世间的地产店 不过他们就未必有自己的网站 要问盘 就要走入店 无论你是用哪一种方法 只要你留下了联络资料 经纪都会很积极地帮你找盘 还会保持着联络你 在Jersey这一边 地产店虽然都有大有小 但就不会好像香港那样 那么寡头垄断 在这一边 因为地产店没有香港那么集中 如果要每间走入去问 都是挺累的事 所以我们很多时 都是上网找盘 地产店除了会将盘 放在自己的网站之外 还会放在一些 我叫做集中营的网站 而我主要用的 就是一个叫 Places.je的网站 不同的经纪都会放盘上去 一个地方 看完有的盘 我就觉得比较方便 看对了 你就可以直接打电话 或者 Send E-mail 给经纪 不过好像我之前 这么说 这里租楼 是不容易的 我之前看上眼 又联络了经纪的 经纪一是就说已经租了出去 一是就不回 一是就说已经安排了20个人看楼 如果那20个人都不租 才再安排我去看 真是激鬼死 后来还知道了 原来在这里要租到好的楼 有时都是要靠关系 在网上看到的盘 其实已经有不少人看过 都看不上眼 经纪才会把它放上网 另一方面 经纪给我的感觉 是一点都不积极 可能因为这里的盘不多 而想租的人有很多 所以他们不需要特别讨好租客 不过我估更大的可能性是 我们不是他们的客人 在香港租楼 经纪是会收业主 和租客的用金 不过在这里 我估只是业主 才需要付用金 因为我一元都没付过 虽然如此 我都有另外付了一些费用 分别有35磅的 租客责任保险的年费 和付了131.25磅 经纪公司去准备份租药 好了 租到楼了 在香港的话 你搬进去之前 都要清洁一大轮 你才可以进去住 那些层 骯髒东西 哇 真是不得了 而在Jersey这里 我那时收鎖匙之前 都还烦要一个人抹那么多地方 都应该会很痛苦 但原来这里在租客入住之前 业主是要负责清洁好的单位 经纪还说是专业的清洁 而且他也有查过 先交铰匙给我 就这样听下 是不是已经爽很多呢 不止呀 在香港租楼的话 经常都要担心退租的时候 当时业主又说 这样租客用坏 那样又是租客刮花 要在按针扣 口筒被拗真是很麻烦 所以我当时一进去单位的时候 都有看下哪里有花 有坏 之后拍下 打算送给经纪做证据 不然之后吵 我以为自己这样是很省 但原来在Jersey这一道 根本就不需要做这些无谓的事 因为经纪在交锁匙给我之前 已经安排了另一间独立的公司 就着这个单位的状况 清洁度 安全性 各个方面 做了一份超级无敌详细的报告 那个仔细度 是你想都没想过 我那时在租约开始的第二天 就收到这家独立公司的email 要我去confirm他们写的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这份报告 这份报告真是不得了 每一个位的状况是怎样 清洁度是怎样 都全部记下了 哪里有花 哪里有污漬 总之无论是走廊 厕所 房 厅 还是厨房 总之全屋的所有地方 洞洞洞洞 它全部都有拍下了 拍下了 凡是有问题的地方 还会写明是什么问题 用了凉气去比较 均真度绝对不会出现 口同被咬的情况 当你确认了所有东西之后 系统还会自动出一份 PDF的报告 传到我email 然后可以下载下电脑 这个过程 绝对是令我大开眼界 保障业主得利 又保障租客 至于按金方面 无论是香港 还是Jersey租楼 你都是需要给的 但是不同的地方是 香港交的按金 是业主待住先 之后退租的时候 业主就会退回给你 如果遇上坏的业主 可能就会用不同的借口 扣这些按金 而在Jersey这一边 我们租客交的按金 就会去到一个叫 要买DepositJersey的地方 这个又是一个独立的机构 当退租时 如果业主和租客 都没有异议的话 卖DepositJersey 就会把按金退回给租客 如果有争议 他们就会提供免费的 调解服务 不过当然 这个主要用来保障租客的服务 就是有收费的啦 羊毛出自羊身上 在按金里面 他会扣起了21磅 用来做服务费 即是说 就算之后退租 顺顺利利 我都不会拿回全部的按金 以我为例 按金的金额 是一个月的租金 即是1200磅 扣了21磅之后 我最多可以拿回的按金 就只有1179磅 不是去了Jersey这边租楼 都不知道原来可以有那么多措施 去保障业主和租客 希望香港有一天都可以参考一下 今次就分享着这么多 记住要like这条片 按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我们下一次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